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們是午夜騎士團 我們是午夜騎士團 你的英雄如何?你的Figure也別如何? 回來了 午夜騎士團 今次又齊又不爆了 試了這麼多 多謝 因為信號股長的問題 我們已經再三開動力了 說在前面 這一集開始之前我一定有公告事要跟大家聊一聊 告訴大家 這個都算大為惹 絕對是大為惹 因為最近在Facebook上的中毒事件相當頻繁 Facebook又來 在我們的群組不算嚴重 暫時的Facebook人組 暫時的Facebook人組 不算嚴重 只是絕少數 只是很少數 但其實小弟是在做其他很多個群組的Admin 其實這件事已經發現了很久 我都要提提大家 小心一點 如果你發現自己的帳戶真的中毒 盡快清毒 而清毒的方法 我之前其實曾經貼過出來 貼過 但是經過了幾天的時間 可能因為不斷出帖子的關係 就已經沉底了 我們會嘗試再把它撈上來 好 大家麻煩看一看 貼到頂不住 原因是 我也不想在我們的群組裡 偶爾會覺得 看完會很不安 或者是 一些不應該在這裡出現的帖子出現 而且那些帖子通常就是 因為你不小心按錯了 你又做了毒 最糟糕是這件事 所以大家要小心 這是公告一 公告二 就發現了一些新加入的聽眾 可能 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 他們可能是因為 有朋友本身是我們的聽眾 又已經加入了我們的群組 所以就把他們拉進來 我也批了 因為其實我批核的門檻很低 只要我按過進去 看到對方是一個真人 我判定他並不是一個廣告機械人 我就給他過了 當然 小弟也是 判定他是廣告機械人 我們當然會馬上封鎖 可能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可能這些新加入我們群組的朋友 沒有很清楚 原來我們是一個網台的節目 專講特色片 以前是專講拉打 可能是不知道的 也不熟習我們的版規 所以可能他們會有某些東西要宣傳 比如他們自己的粉絲 page 或者是另外一些宣傳的東西 甚至可能跟特色片沒有關係 或者是賣玩具等等 那些資源的東西 就會鋪出來了 我要再煩醒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的版規 其實長期貼在群組的右邊上面 右上那邊 右上那邊 然後一按它會彈開你看到 所有的廣告 無論你是謀利與非謀利 一定要經過我們Admin批准 如果沒有經過Admin批准的話 我們當然會拆除 另外我們習慣的做法 都會先PM出帖的人 跟他解釋回事 當然這個就會當是警告一次 所有人如果犯這些錯 警告三次 那就不好意思 我們一定會禁止你一個禮拜 有些情況 我們可能會提早禁止你的 如果態度有問題之類 我們是會即罰的 如果擺明你是商戶走來買廣告 而都不通知我們的話 我是會永久禁止你的 簡單一點就是封你的 就是封你的 總而言之一切的想罰制度 其實沒有想罰的 只是罰的 制度我們都在版規裡面 寫得清清楚 我們都在版規裡面很久了 基本上按按按鈕 看看文字 應該難不了大家 當然有朋友推薦過 我們放在字頂帖 因為以前 Facebook群組可以有多個字頂帖 我們都有這樣做 但現在他只是允許一個字頂帖 我沒有辦法 我們是網台節目 當然是放自己的節目 當然是放自己的節目 上去字頂 一定是最新的一集 不好意思 現在這個推薦在我們這裏 就無法用 不好意思 我們要找新的聽眾 即是我們的群組 字頂一定是最新的 你要追 就可以慢慢從頂上追 你可以在頂上先按 按了就會去到Facebook的playlist 然後找回playlist 就可以找到我兩個多集 不困難的 不困難的 立下 公告的就是這麼多 正經事 正經今集的事 今集的正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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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題目 我們上個星期已經預告了 如果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你就聽回上一集吧 立即買回上一集的廣告 其實跟著我們都會說 我這不是叫 只是沒事在打廣告 其實今集一定會說兩件事 第一就是五井浩展 剛開始了 是The One 是The One 第二就是這個 蒙面超人3號 我想整個電影名說出來 等等等等等等 那天呢 超級英雄大戰 GP 知蒙面超人3號 你可以得到那份獎品 我是沒有說到的 因為我去看那天那場 是有很多小朋友 我們也是 這個可以稍後說 等一下會說到 我和吉和Roy 其實是在不同場數看的 大家都在看優先場 但其實還有一個 神秘人物 失蹤已久的 失蹤已久的主持 失蹤人口 都在那裡 我也有呼籲過他來拍攝 但可能他還是時間沒有空 時間都沒有計 也不是呼籲他第一次 我呼籲了那麼多次 沒辦法 緣分 說回永井豪展 永井豪展 永井豪展 我們去那天 是因為很兩難的環境 剛剛同一時間 永井豪展和我們看電影的時間 是搭花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先去永井豪展 然後過去看電影 也沒有辦法看電影 再過去永井豪展的開幕 我們結果沒有辦法去參觀他的開幕展 所以香港去扮愛美神那位的COSA 不好意思我們無法看電影 我原本很想看電影 跟他做個訪問 我們也想 可惜到最後我們看電影 再去永井豪展 只能夠看他的1比1 跟人一樣高的愛美神 側邊拍照 不要緊的 有聽眾 如果有去看 又知道那些COSA是誰 今天有人扔出去 我已經立即投入了 我想說 聯絡我們 我們幫你補回專訪 我們嘗試找個專訪 已經穿了這個愛美神的衣服 感覺如何 有多硬 會不會很窄 其實應該窄的 應該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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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其實挺有趣的 就是他在商場三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 分開三個地方 第一 門口 第一就是他 加拿分道 邪路那邊的門口 其實是他的後門 其實是他的後門 正門是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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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馬倫道那邊 金馬倫道那邊 但是這個 地鐵上 你可以在金馬倫道 兩邊都可以去到 今天如果你經通你那邊過 就可以去到後門 擺著一個七米高的鐵甲萬能俠 造像的那個位 那個是纖維嗎 玻璃纖維 玻璃纖維 日本那個就沒有那麼大 但是就是催器 但是日本那個就很有趣 他可能就是催器造工 他真的做到催器都好像很硬正很漂亮 就是看相片 他有那種金屬的感覺 他除了有金屬感 他最正的除了有金屬感之外 日本那個是有漫畫裡面那種 描述的氣勢 反而香港這個玻璃纖維 就沒有了那種氣勢 硬一點 對 他真的硬一點 扇條比較吃 他真的像玩具多一點 他像紫合金 紫合金 對 紫合金 我可能是浪膠 金炒 那正常 通常出入金不會那麼大的 因為做到那麼大的出入金其實很危險 浪膠比較遲 但是浪膠那麼大 浪膠可能會比較大 浪膠我覺得OK的 但是你也做回一個立體感給我 OK 他是有少少變了一點 就是多人 我也相信他們都已經 出盡心機去做的 這個我不懷疑 萬能俠好像逼完地鐵來 你明白嗎 他還要是近門口位置 因為我看相片 鐵甲萬能俠是肥肥地的 我猜 原因是因為角度的 問題 正式的鐵甲萬能俠是18米高的 我們在地上 如果是正常人的視線 在地上看到其實是有些變形的 是應該的 但現在這個其實是不夠18米高 這個只有7米高 所以如果他按比例做7米 我們看就會覺得他怎麼那麼奇怪 如果他要做回我們在下面看 他有18米的感覺 應該是日本的 就刻意弄得長一點 下面要弄得長一點 上面要弄得細一點 那他才有那個 腳要拆得開一點 即是你才有那個 那個距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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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像我拿著彎稿拍照 這樣才能夠出現效果 那還能否變得全 你由一個機械人變成一個狼狗 Anyway 我想大家依照的那個圓形 是有少少不同 因為通常做這麼大型的東西 一定之前是做一個小比例的圓形 那很明顯他真的拿了那個東西來 他很明顯真的拿了那個狼狗 3D探訊 我不知道他可能真的拿一個狼狗 Anyway 那個其實大家都可以去拍照 不過他一定有攔著 以免現在尤其是有這麼多朋友 尤其是有拍照 總是要坐上去爬上去 一個7米高鐵甲蠻合 如果有小朋友爬上去就很危險 即是你知道我們現在香港也是這樣 那些樹 那些很漂亮的枫葉 人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喜歡爬上去拍照 爬上去之後還要靠 然後那些樹葉就掉下來了 我可能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拍 Anyway 那些人是很喜歡爬的 所以我也覺得他放爛 我覺得對的 尤其是那一區 很多不是香港的小朋友 他可能是住在深山的小朋友 是比較熟悉的 你不要這麼快去判別人的 小朋友喜歡爬下走走就正常的 每個地方的小朋友都喜歡 那問題就是父母已經有多看著小朋友 就是以免危險 不要讓小朋友爬上去 真的很危險 7米高鐵甲蠻合 當然了 小弟也有見過 很多父母是鼓勵小朋友爬上去 爬上去 爬上去 如果你是父母的話就千萬不要 爬上去 千萬不要 爬上去 這樣就很容易出危險 除了門口之外 還有兩個地方 就可以進去裡面 如果你根據那個圖則 即是根據我們的路線 先在後面的體積大 然後就可以在門進去 裡面有兩部電梯 就坐左邊的電梯 就不要坐右邊的電梯 為什麼呢 因為右邊的電梯是直到四樓 四樓是另外一個大堂 可以進去其他的電梯 是 就坐左邊的電梯 你可以上去UG2 留意是UG2 不是2 是UG2 是UG2 是Upper Ground Floor 第二層 沒錯 因為在 The One 如果你不是熟的地方 它的樓層很容易混亂 很容易混亂 話說它是在斜路上 因為它在斜路上 它在哪裡叫一樓 其實最初的人很不習慣 每個人都以為尼敦道那位是一樓 其實是加拿分道這邊才是一樓 我相信我們的聽眾都有打機的經驗 對於看地圖和流程 我有信心他們是可以的 然後去UG2 我是經常性檔失怒的 算了你不要管 你找朋友放在鼻子裡噴 上幾集已經說過你為何會這樣 有興趣的聽眾又可以回到上幾集 你Exceptional 上去UG2 UG2就是它的主要戰艦區 分別放了人那麼高的鐵甲萬能俠 鐵甲兵團 三一萬能俠 愛美神 巨靈神 鐵甲萬能俠是2號 1號沒有一個跟人的等身大 但它有一個三位高的鐵甲萬能俠頭 有一隻很大的朋友號 已經坐在頭上的朋友號 還有戴鐵牛嫂嗎 戴鐵牛嫂 戴鐵牛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拍照 小弟也有拍照 待會可以放上去 那一晚我已經立即放上去 我是扮回大鐵牛的經驗 那個笑容 那個四萬笑容 另外就是它有外貌似光子力不夠鎖 其實就是它的精品銷售館的地方 這裡我要拆開講一點點題外話 原因是29日叫第一 他們最近剛開始運作 就是28日開幕也是未運作的 它這個精品館 29年開始運作時 其實出了少少亂子 甚麼亂子呢 即是istryger的 位置就是推扣 原理解掃 那些東西是明年才會派貨的 不奇怪這件事 因為廠商也要收到足夠的資金才會開心 那個什麼胎都是這樣的 那些HT那些都是這樣的 那情況是他第一天出的那張訂貨單 即是被你填的訂貨單是有點亂指錯了 第一是那隻無敵鐵羅沙是狼交 即是電視頭 沒錯 很大隻的頭 大牛龜電視頭的那個 拳頭大過頭的那個 那他在一張訂貨單上寫了超合金 所以有些網友誤會了那隻 咦 是不是超合金來的 因為他只有灰色的Prototype 沒有人知道它是真的超合金還是什麼 其實你留意清楚這隻紙可能是狼交 因為拳頭如果做到那麼大 他做出入金的話這隻是軟硬的 一定啦 沒有人可以站得到的 你那隻手永遠都好像… 會摘死旁邊的駕駛員 會摘死旁邊的駕駛員 永遠都好像拳四郎一樣 打完最後那一箭了 已經 這就是狼交來的 因為當時我二十九五晚的房間突然走過去 我想訂貨的 就問了他們那邊的職員 他們的澄清就說這隻是狼交來的 而另外兩隻灰色的Prototype放在這裡 一隻就是真龍 一隻就是Gator Arc 即是三一握彈 這兩隻就是超合金來的 就是Miracle Production做的 生產商是Miracle Production 15機合體 等一等 大家看到BU 經常問BU是哪一家 其實BU並不是生產商 BU是賣版權的 絕對不是British University 那是Brand United 這間公司是賣版權的 這兩隻出入金 和梅托莎 都是由BU賣版權給他們做的 就是正式授權 正式的 有人說怕是老番 我說有什麼可能 那是永井豪的展覽 有什麼理由賣到老番 你可以在一個官方 官方承辦的永井豪展覽裡面 賣到一隻老番 其實也是很厲害 這個不可能的 這個是正式授權的 放心吧 好了 這個是有關Miracle Production的事情 等一下我再講 這件事曾經是風雲來的 在香港 絕對是一個經典公運 另外它還有一堆應該是GK膠 GK的機器人長大 不算很貴 800多元就是白件 這個1000多元就是 加到500元左右 1000多元左右 123元左右 就是焗了油 因為我相信它是焗油 因為我看到它是焗油效果 我相信它是焗油 如果它不是焗油 其實噴油也有可能做到這麼漂亮 也是香港廠商做的 精品就是這些 另外你看到其他那些 包括1969版的鐵甲蟻銅盒 是不能賣的 是剪品來的 那些就大家看看 可以深刻 我沒有問它是否可以賣回1969系列 因為我想買回美術 他說沒有的 那些是剪品來的 算吧 算吧 另外其他剪品 其他精品應該這樣說 有T-shirt 封衣 袋 袋 袋 背包 袋 袋等等 大家可以進去選購 當然有Axro版本那隻鐵甲蟻銅盒 那隻生手版鐵甲蟻銅盒 的確是比較獨特一點的 口味 大家喜歡的就選購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款 說真的我真的不太喜歡 它製造到鐵甲蟻銅盒成一個氣球 我真的不太喜歡 這樣吧 那樣子其實不是太餓 我接受不了 這些是口味問題 當然是Axro大師 他那些一向都是這樣 這個是他的風格 你喜歡他的風格就值 好像是1980元 鹹如青菜各有所愛 鹹如青菜各有所愛 我進去看過他的精品 我挺喜歡他的封衣 無論是鐵甲蟻銅 還是三一 也很漂亮 封衣也值得過 350元 這又不是太過 很貴又不是 OK的 過天的房間 以這些品牌來講 不算太貴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當然他還有鐵甲蟻銅盒 那道扭蛋 350元 其實不是太貴 你想想那時候 在巴哈神錄出的時候 他的風格 好像貴了差不多50% 三一的風格 我唯一不喜歡的地方 是他的後面頂帽 有沒有角的 就是沒有那對角 相對似 這個問題 你問的真是好 我覺得他那頂帽 他那頂帽 不夠大 如果那頂帽 如果沒有耳也好 他有一頂很大的鋁 是OK的 一頂鋁 如果我拋鬆了他 其實都好像對耳那麼高 是我的頭裏 但始終是粒的 你一粒去前面 要兩邊 扭出來就可以了 很難扭 其實是92 穿條鐵甲蟻銅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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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裏有個 朋友號的公仔 那也沒有 沒有那麼誇張 如果有個胸口的高熱火焰 和肚腩那裡的白色 我已經很滿足了 我覺得這件風格OK的 少了一些細節 之前曾經有出過的那一款 T-Shirt 是鐵甲蟻銅盒的高熱火焰 放射板的那一款 我那一天就沒有看到 而根據官方 禮拜二那天出的資料 就說 其實他有一部份貨品 是陸續會放出來的 未那麼快出來 大家可能要在他的展期期間 即是偶爾去一下 你才可以找得齊他的精品 他這招出得不錯 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另外這裏是UG2 UG2 接著大家拍完想開心完 就可以上去二樓 二樓就放一些真的剪片的東西 包括一些動畫膠片 舊的玩具 漫畫等等 他有很多當時的一些 類似是Drum的東西 即是香港的 少年漫畫 對 還有一些舊的玩具 那些真朗膠 不是真朗膠 那些叫做真大膠 是賣大膠 兩尺多高的鐵甲蟻銅盒 就是那些大時代流春雲 小時候拿著那隻 鹹蛋超雲那個尺寸 那些來的 即是以前幾十元 現在幾千元 沒錯 我也後悔 我小時候的時間不留在這裡 我覺得那一層最搞笑的就是 你幾乎都是鐵甲兵團的東西 即是全部都是鐵甲兵團 機械人系列 裡面有一張惡魔人 臘廢後的附影 把某一枚樓放太柔柔的 非常柔柔的 有兩張 他有抹ris 有魔人的動畫 有一個動畫的家賞 還有他的... 有動畫底的原告 可以留意一下 大家都能 guessed 他是復合什麼的時候 是長対 κάみたい 我今天看到他 官方的このやつ 都說其實那個展品都還沒齊齊 即是陸續會加的 還會陸續加東西 所以大家也是 即使想看東西也好 就偶爾要走走走走走走 我想問一問 那些對於買東西 沒有什麼興趣 但想去看一下的觀眾 即是小弟 這個展什麼時候完 這個展呢 就去到 我沒記得到到八 即是天天下班都要去走走走 即是六月至七月這段時間 大家可以經過就上去看看 如果到八月的話 我們這些只走走走 不用買東西的朋友 他有些樂趣 你七月尾才去 他應該齊齊 他好像有些東西會一邊換 你明白嗎 一個情況是這樣的 這個純粹是小弟的估計 因為場地 一來場地不是很大 二來場地那裡也希望 那些人多去幾次 你去一次就不去他的商場 他的商場的商戶就很失望 我們那天經過 看到其他商戶 有些很漂亮的廣告 拍出來 就覺得很漂亮 尤其是海布裡面的模特兒 他的商戶就很失望 所以商場也希望 多些人 多些人 這些事情 他會不會把惡魔人移出來 浪交惡魔人放在這個 不會 我告訴你 他真正的那批惡魔人 就是商場的高層 OK 好惡魔 已經在上面做惡魔人 我原好惡魔 太好 賣好 好 笑完了 我也會有空去看看 因為小弟也有空去去那邊收租 小弟還有兩個單位 有些什麼新的剪品 或者商品 我再更新各位 大家可以去看 還有之前說過 他的精品 那個光子力研究所 燒賣站 光子力精品鎖 我第一天的亂指 他們現在已經結束了 OK 包括他們說那些 訂價單已經改好了 無論是人手改 或是印刷那張新的 OK 他改好了 另外就是 大家要待適當的錢 去付訂金 我再提醒大家 訂了那些GK大膠 就是100元訂金 超入金 真龍和揚 就是300元 無敵鐵萊沙 就是500元 我看他的成本 我以為可以選下多少錢 我最初都以為是 所以我只是代了100元去 去到他說要下300元去訂 我要馬上去銀行去按錢 OK 大家真的要小心 所以要代足夠的錢去訂 因為他只是收現金 不收八達通 不收信用卡 不收EPS 不收EPS 所以一定要代現金 他的成本 真的是 有些設計上的不足 那天剛好 我又遇到他們其中一個 有份幫忙搞 光之力的精品所 其中一個合資者 我所知 這位都是香港其中一位老闆 大家可能都去過他的店 大家可能都去過他的店 但哪間我就不方便說 這間光之力的精品所 其實是由香港幾間都有歷史的店鋪 合作一起幫他營運的 OK 所以這個我要看一看大家 全部都是香港人搞的 OK 第一節就暫時到這裡 夠了 夠了 差不多了 這麼快 因為overrunization 我會放在第二節 好 那我們這次就準時收到第一節 好 一會兒先跟大家封過overrun overrun overrun 好 今天就輪到我阿吉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有什麼好漫畫 我今天要介紹這一本 就叫做摩馬 就是首種自從老師的作品 摩馬 為什麼我會選這本書呢 我只看名字都已經非常吸引我了 摩馬 其實他這一本 都算是由兩個短篇組成 一個比較長一點 一個比較短一點 一個六十四十五分配 第一個故事就是摩馬 就是他的名字 其實那個故事就是講述一個極度抑鬱的少年 在他成長的路上 其實有很多人打壓他 他有很多職怨 慢慢這一種職怨 產生成為一隻 以一隻馬的形式呈現了 然後就大肆破壞 去到最後尾其實 甚至乎連他自己都走不掉 其實整個故事幾好看的 是因為雖然是一個短篇 其實有很多事情他都沒什麼解釋過 他盡量都很想在裡面表達到很多事情 但是可能就是 亦都是因為一個短篇 故事其實簡單和易明的 他裡面都幾發人心醒的一個部分 是 怎樣去放過 其實你不放過人 就是不放過你自己 那很多事情 看開一點 自己拋開一點 世界美好一點 退一步開闊天空那些 那其實 他用了一個都幾懸疑 又幾可歌可歌的故事 去包這個底 其實大家看完都應該會有一番體會 那另外一個故事呢 就叫做魔鬼山 其實呢 就是講述一個準備去見完工 想著去上班的人 他要爬過一座山 那在山上面的 他要去做事的地方 但是在爬山途中呢 就有人向他求救 就是有些家屬說 因為那裡其實有一個很難爬 很危險的山 那那幫家屬的兒子呢 就一個去了爬山 這樣 那故事我不講太多了 因為我劇透太多 大家 沒有人的 但是 最後尾其實 都是圓滿收場的 但團圓結局的可以說 雖然救不回 可以告訴大家 救不回那個人 但是這個故事到最終 其實 當然啦 手中自從老師的作品 其實不會太黑暗得去哪裏 但是 都 這個故事是幾血腥 但是到最後尾 都有一個 主角都有一個 好的結局 那 大家 看看有沒有興趣 我就誠意推薦給大家看 雖然 都不是什麼新東西 可能會 尤其是現在 看慣漫畫的朋友 都可能會覺得 陳康濫調了一點點 但是 其實在手中自從老師筆下 又有 即 再加上他的圖畫 以及他的文字描述 其實又有另外一番風味 如果大家經過 又或者有途徑 可以找到這本波馬來看的話 都誠意推薦給大家 再加上他的文字 我會想到 這本波馬來看 這本波馬來看 都不想到 都不想到 那本波馬來看 還有一本波馬來看 都不想到 這本波馬來看 那本波馬來看 但其實也在同一天發生 但其實也跟我們有關 當然跟我們有關 即是作為粉絲的事 就是 無論明知他是一個 我們也 一個為你今 去到火海的營 會撐過去 那我又不覺得他 都可以撐過去 不算是 一個撐 比起四十年來說 他絕對不在那裡 他絕對不在那裡 我覺得OK的 這次 其實我覺得這次真的OK 你看到他是有心的 有心一點的 都很幸運 雖然都猜到的 他只不過是另外一條 長達九十幾分鐘的傳播 是 他是一條傳播 但他有幾樣東西滿足了我 第一 所以我OK了 我都滿足了 我看完之後 都覺得 這次給你合格 合格的 現在就是 看到我很喜歡的 蒼田鐵熊 是 再次 再次精神分裂 一人分析兩角 只不過是兩個角色 都叫同一個名字 他換衣服的好嗎 他這次分別做了 Black和BlackRX 都是一樣的 他跟回 舊底做BlackRX 當他不是Black的時候 他再分一套白色的外套 不是剛剛說 這個一定的 他原本Black的時候 就是黑色的外套 他變成BlackRX的時候 就是白色的外套 你放心 這個一定的 在這方面 蒼田很執著 就算蒼田很執著 就算蒼田很執著 東映我也會執著 當然 你又不跟戲 我一定要連戲 所以就逼著你在這部戲裡面 不連戲 看到蒼田很活躍 在這一集裡面 是有人間體打鬥 有人間體打鬥 正 很開心 滿足了 滾 滾的年紀 還可以做到一些人間體打鬥的戲份 你明明就是因為他在這裏拍電影 所以跟著馬來西亞那邊 在印尼那邊 先邀請他過去俠泉 你明不明白 他還可以這麼抹躍 我還以為他家牛扒屋 打算衝出日本 我就這樣看 現在別人在那邊邀請他過去 我覺得他就開始會想這件事 順便看店 順便看店 不過就未必賣得牛扒 因為回教國家 不要緊啦 不要緊啦 你不知道什麼是回教 你只知道什麼是印度教的 你死吧 你死開 不要緊啦 所有肉類煎到它焦 都會變黑 他可以賣羊吧 羊就沒問題了 因為印度人不懂賣豬 而已 對不起 吃什麼 麥後我解釋給你聽 不同國家的習法 麥後再講 他可能只改成羊扒屋 或者雞扒 雞扒也沒問題 OK Anyway 看到蒼田自動很滿足 另外就是 Black的變身 和ROX的變身 Effect的更新程度 以及跟回舊版的程度 我覺得他真的有 很棒 他那些 你雖然看到 其實是有改進過 他那個變身的Effect 只是他改進的Effect 但是他是照回 他當年 9091年的 那個味道 變黃蟲 再變回做 Carmen Rider 還有他那些閃光 80年代的閃光 你感覺到 Black和ROX的感覺 是回來了 他是現代版 但是回來了 他是美化了整件事 不會像以前那樣 放快膠版 他這次說 跟之前 拉打40年 群秋版 群秋版沒有變身 本鄉版到最後 走出來變身那一刻 他做足 那個變身是漂亮的 他是有同一個麥露 還有他這次3號變身也漂亮 也有1、2號那個超和感 有本超和感 他也是要很硬派 那個標誌 恨開 要拍製 跟著要妥 他最重要是要妥 妥這次才是 最重要是妥 蒙面超人一定是妥 鹹蛋超人一定是 殺 沒錯 這次才 是超和年代 蒙面超人才會妥 他也是超和年代 故事是1973年 對 妥也有道理 而且他變身後 真的好像腰帶在外拍上去 他就像一個腰蜂 好像一條腰帶 還有他的鍋釘 我反而呢 多飯很有那個感覺 他說3號最初出的時候 大家都有些反感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分人 特別是我們這些老鬼 在我們腦裡的3號就是V3 是啊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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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失蹤人口 心目中也是 但是 情況是這樣 其實 如果你看看漫畫 修卡3號的確存在 其實 其實是存在的 什麼呢 其實蘇卡拉達是六個 那隻是蘇卡拉達 其實是2號的複製品 那隻是2號的複製品 那隻還沒有改良過 即是2.1至2.6 2.1至2.6 那幾隻 就是用來對付龍健超人1、2號 到最後就有這個3號 其實目的都是用來對付1、2號 不過就在漫畫版 電視版沒有做到 這個漫畫呢 即是3號 這個幻之騎士的設計 以及這個故事 其實在7.2年已經有了 即是在7.2年 是很久的 其實是很久的 在那些小童毒物裏面 即是獨那些小童的毒物 即是真是獨自的 不是啊 是獨他們去看那些毒物 即是你在用獨數的獨 對 那個獨物 裡面已經有了 但是也是 搞笑的 我檢查一下就在7.2年的10月 但是他的故事裡面 就是在7.3年的2月10日 嗯 我又覺得好像有點重新 即是可能這個是小弟想多了 可能 不過那時候 因為那個情況是這樣 我覺得石森老師 自從蒙面超人 起了一朵 最初太奇葩 就差一點人肯跟他做的 這個項目 下限的黃蟲面 下限的黃蟲面 下限的黃蟲 起了一朵之後 其實有很多的 當時日本 其實有很多的兒童毒物 即是無論是漫畫的 或是那些月刊 周刊 那些 其實都會 拜會 石森老師 拜會石森老師 就說石森老師畫東西 這樣 那 他當時是產量多的 如果不是 到最後石森老師離開之前 其實他是超過 一千萬個作品 漫畫來講 要不然他不會叫漫畫 用千萬個漫畫 叫漫畫 他是這樣來的 漫畫這個稱呼 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 就是漫畫 所以那時候是有很多短片 幸好他多產得來 又不失質素 沒錯 沒錯 即是跟 那些 很儀器 那些 什麼東西我不形容 什麼那些 都是多產的 出名的 這樣 那 多難產 那三號其實是存在的 不過比較少人認識 因為漫畫裡面 並沒有上過電視 所以香港的朋友 如果沒有跟漫畫 就未必這麼清楚 那是存在的 那他現在這個更新版本 其實都穿得挺漂亮 其實挺有 The First The Next的味道 有那個feel 他有The First The Next 可以貼近新日後 和新日二號的感覺 他調較接近 一、二年版的一、二號 不會太過科幻 OK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所以我反而期待這隻 就是三號出SIC 那不是會出分 SHF已經公佈了 說要出 但SIC是未知的 SHF不就是電影裡面 那個款式 沒有什麼別的 所以不用改 那個骨架 SHF的骨架容易搞 對於財團而言 但是馬上給它出來 但是SIC有辦法搞 SIC又要重新起搞 重新搞過 又要再說過 不是,是要找一個造型師 跟它設計過 又要再說過 他重新來過 由頭再搞過 所以要很久搞 不過我很期待 如果它有SIC的產品 我也會 甚至會其中 SIC還會出了它的車 SIC如果是出它的車 我真的會買 我先說一下 它的車真棒 它的車不是機關槍 它的是Laser Beam 它的機關槍是機關槍Laser Beam 不要緊 重點不是那裡 重點是後面那六條死氣喉 這個才是當年蒙面超人的浪漫 無論是旋風號旋風改 都是六條死氣喉 那六條死氣喉是比你的手臂 這些才是很棒的 它的車中間還有一個火箭 中間還有一個火箭摩龍 其實這件事是合理的 因為當年的一級方形式 其實是嘗試把飛機引擎放在車上 所以當年的四驅兄弟才有飛機底盤 還有當年的一級方形式 你真的會看到有些車 設計是瘋狂到 不是有一個很大的瘋輪 當然是設計 設計上後來是做不到下去的 而在動畫上我忘記了哪一套 也是講賽車的很久以前 高智能方程式 早的高智能方程式 不是第一架是第二架 第一次進了車隊之後 駕駛賽車 不是自己做的 就已經是把飛機引擎放在車上 飛機引擎放在車尾 跟它這架一樣 就是在後面隔離 一個很大的飛機引擎 即是如果它再改得流線型一點 它是可以飛的 原來這個技術已經被修卡吸納了 修卡在七二年有這個技術 假設是 這套動畫我沒有記錯 都是七二年之後 那是正常的 存在是正常的 所以它這個設計很有那個年代的味道 70年代 即是75年前的這個味道 其實是把一些東西硬拍到另外一些東西 機械性硬拍 那個浪漫 你看到它的怪人也是 我只知道它的車 你要明白真正的Hard Boil是什麼 不是硬拍 不是Half Boil 是Hard Boil H-A-R-D Hard Boil 這些就是那個年代的浪漫 不是 君不見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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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非公應戰隊的子 你不是說這次電影有很多這種梗嗎 你連蒙面超人都有這種梗 以後的東西就交給你了 我一出就說 嘩 出這句老梗 不是我 你不是說連超人都這樣說 蒼電都說完一句話才會死 死了 應該過不了多久 死亡Flat 因為那隻東西 它又做得挺有 一來超和的味道 原來它的變種生物感覺 因為這隻應該是新的 它不是皮套翻用的 不是皮套翻用 它要重新再設計過這隻這麼相反的東西 那隻隱形那隻是之前有的 有很多 變色龍很久了 變色龍是V3的 變色龍水疾變色龍很久了 V3的弟弟就是變色龍水疾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 非公認這條招式其實是挺好用的 一個皮套可以用兩次 所以我覺得 如果再弄超級英雄 戰隊加上拉打混合那些 或者只是戰隊混合 一定要出非公認 到現在那些未見到非公認 在裡面有沒有搞錯 非公認那些皮套沒有重用過 哈哈哈哈 但是它非公認那些真的很有心 我知道 那就是應該重用 對 我很期待它揭起在後面會有人妻兩隻 哈哈哈哈 你用它來特意跟怪獸打那裡才出回來那裡 很少嘛 你看到那隻紅仔 還有它會被自己的那個槍名的爆炸炸 哈哈哈哈 炸兩千半 還有會嚇到那一刻才搞笑 而且裡面這隻呢 我覺得它做了一個 你看得出它是獵豹和那個窩牛 你那個變色龍水疾其實是看不到的 是看到變色龍 我反而看不到變色龍 只是看水疾 我只看到兩隻很大隻眼的一批東西 哈哈哈哈 即是它以前都是這樣的 而且它可以每一次出鏡都保持著一個濕黏黏的狀態 雖然日本那些成人玩具是出到非常之 即是那個科技很純熟 是已經很高級的 但是它要長期保持著一個這麼黏黏的狀態 而且不是說笑的 它出場尤其是那些動作場口 它那隻窩牛手是周圍打的 是周圍打的 你很容易打乾的 即是你那些什麼油呢 膠黏的膠黏的 即是你不斷打就沒有了 它每一個場口都可以保持著這麼濕潤的 所以我不是說它是好東西 它應該有些類似黑子的人物在片場撇離撇去 即是它的速度要比DRIVE 哈哈哈哈 在幫它保油 我很喜歡它跟DRIVE打的那一幕 就是它在這裡跑的 它是用一個蝸牛的方式來滑 但是它說它有這個 鳴炮的速度 它是用一個蝸牛的身體來做鳴炮的速度 那它不快 OK 我反而覺得它這一隻 很有科學味 即是在科學上面 如果你真的做到這一隻這樣的東西 一切都解釋了 是 它用這個蝸牛的那些 那些潤膚的黏液 踩在那條路上 它自己滑的時候就快一點 OK 是的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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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概念是對的 那個概念是對的 我反而想第二件事 什麼 MARCHU的速度 還有DRIVER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是DRIVE DRIVE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是 那它跟FICE的速度又可以 比美 那FICE的速度又可以跟CAPUTO比美 對的 那究竟DRIVE的速度有多快呢 我這樣看 如果大家都堆到盡頭的速度 現在還未出 網路版還未有拉打運動會的第二代 根據拉打運動會的第一代 這個FIVE的銀板 以及這個CAPUTO的CAPUTO 是大家平投的 那我就假設DRIVE去到頭的速度 都是跟它們平投的 暫時我會這樣加算 OK 不是喔 看看什麼年代 主角威能論 DRIVE一定是快一點的 是 因為今年DRIVE是主角 你試試打多幾年之後 不知道哪個拉打做主角 他們應該是一樣的 OK You win 所以我覺得下年才會有這個拉打運動會的 是的 下年也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Ghost嗎出了 玩鬼 玩鬼 真的要找鬼跟你玩 找鬼跟你玩 Ghost 那一定要配Skull 我很相信下年要不要聘請法證師傅 哈哈哈 法證真的未必有空 夾帶 可能高一點 可能性高一點 幫他做這個宣傳 這次出事了 真是小隻鬼 或者蘇師傅 都可以的 不然我蘇師傅只是看什麼 看金水 第二件事就是 他一部電影裡面 三號是最強最速的模面超人 那他的速度又如何呢 他會說是開車的速度 不是自己跑的速度 他可以操控機器的速度 你留意 他們是選擇一些 操控機器純熟的小朋友 來訓練做GiGi 然後把他改進成怪形 本香猛也是因為操作機械 十分純速 加上他IQ爆棚 但是他IQ爆棚 他也頂不過自己的色情 結果就是糟糕了 而且他IQ爆棚也好 他大學還未畢業 不要緊的 標基大學還未畢業 我覺得這些不關事的 大學不不畢業 但還是有一句 男人都是壞那件事 他都是壞那件事 他都是壞那件事 才有這個四十幾年的 四十年的經典 這個經典 然後他拖了其他九個男人下水 但是這次有點慘 我替其他拉打 Kook 尤其是Oz 都是一個 是不值得的 無緣無故要做惡役 我這樣看 之前幾套都有一些超和的 不知為何無緣無故要做惡役 我說他們打而已 大家其實心水清的都是幫超和 這個情況是 這次他一開始 超和的又有做姦 然後平成的還有姦 我覺得對於我這些老鬼來說 就是平行的心理 超和就有八個做姦 八個 平成是十八個以上 但是如果你數拉打的數量 平成的一定多過超和很多 你只是龍騎一出都到超和了 一對 一片龍騎 龍騎站在獅子山山頂的時候 這個響鬼就站在大帽山 那就是 你這兩套加起來都多了超和 那麼多 那你就算吧 對 那是對的 對 數是對的 還有你一做惡役就表示什麼呢 弱化了 弱化了很多 是的 很多 我也是 我也是Oz的粉絲 當然他有出場的時候 我會特別精神 眼前一亮 他都不轉成形 還有這個Oz kick 奧運踢 仍然是沒有中 他未認識過中 仍然是不中 這個奧運踢不中的詛咒 仍然繼續下去 沒有變過 對 很可憐 沒法拉底褲盒 底褲盒可能不見到底褲呢 沒有,他現在都不做 現在哪用作底褲盒 但是阿乾巧有沒做過奸國嗎 阿乾巧 在DK裏面做過一個比較摧毀性強一點的角色 但剛好我沒有試過做真正的惡意 我這樣看的 漢田健人應該是有其他項目跟著 4號那幾套網絡版其實他有份 簡直是其實他才是主角 那就是因為簽了這個項目 在電影版上哪有可能做奸的呢 而且他的電影版真是乾了 他好了 我告訴你 年多兩年前 他真的剛剛回到 曾經Five那一班演員是有個聯歡妹的 都有人在Twitter上推出一些照片 當時流出的乾巧 你的確是會錯誤讀錯乾巧的 即使你知道他叫乾巧 你也會讀錯乾巧的 乾巧這個名字就是那時候來的 他現在就叫做潤一點點 他現在叫做好一點 沒有那麼骷髏骨 他可以人人演繹一個skull給你看 我當時看到半田健人的樣子 我第一個問問就是 吸毒嗎 他完全是賣吸毒 叫人不要吸毒的那些廣告 那個導遊的樣子 他不是就是星期日透視的阿輝 就是那些樣子來的 很害怕 小時候不懂事 他完全是那個 我很懷疑他是不是真的優命使徒 開始起粉 掉了些粉 那些人不住就變成這樣 但是OK 過了年多之後的今天 他已經肥了一點 好看了一點 我相信東映的監製 看到他當時這麼乾的樣子 都會找出原因去跟他說 你要改善一下 一定有 你吃肥自己也好 陰陽要調和也好 怎樣也好 找方法令自己刺這個人 OK 結果現在已經刺了一點了 OK 而且說到Vice的話 就不得不提這個寧樂詩 Seylolos Seylolos 這個寧王 寧王 我堅持一隻獨初寧堂 蒙面超人寧堂 很害怕 接下來有了 接下來有隻Ghost 一定有一隻寧靈堂 一定有一隻寧堂2號 但是他這集是擔正的 他也是擔正的 如果不是電王的架台那麼高 他都沒有機會出現 我覺得 電王拍多多成功的電影 現在的身價還怎可能這麼容易請到他 旁邊有人還叫他電王 每個人叫他劍心 真的收得那麼厲害 那三集 那就是 所以這次連了四隻東西都看不到 你想清楚 其實他整條脈路是錯的 變王和寧王哪會受時間影響到 不會受時間影響 寧王會有 你改寫歷史 你改寫歷史那條條對他兩個人沒有效 寧王會令到自己的歷史消失 寧王也是一個變異者 他也是特異點 時間是對他沒有影響 攻擊是沒有效的 他有所有時間的記憶 所以大首領那招 對寧王和電王應該是沒有效的 我告訴你電王就出現了 電王馬上消失了 這個很明顯是因為東映不想那四隻東西出來搞搞震 夠了大哥 那四隻 由電王那一年開始那四隻東西搞了三四年才收工 很不煩 那套皮都用到盡 暫時來說最多電影版是他們幾隻東西 都還是 沒錯 當年光榮之七人到光榮之十人都不夠多 沒錯 他四個是夠人的十個人玩 算了 所以這次出分肥四 還要佐藤健一人分析四個 那裡真的可以算嗎 其實佐藤健是否可以收到四個數字 一人分析四個就不是這樣算法的 拍電影 電影是整齣電影這樣算的 所以那裡他分析一百個角色也好 都是收一份錢而已 都是收一份錢而已 那份錢就任他說的 電影公司肯不肯的另計 電影不是像電視那樣拍法 不是計算的 慘過蒼田 他蒼田也是做兩個 蒼田也是做兩個 不是他也是做同一個人 是 人是沒有變的 那是兩種性格 兩個男方太郎 他性格都不是差很遠 成績不下來的 OK的 這次我為何給他合格 第一是蒼田有不少鏡頭 是 第二就是看得上Black和RX 是 那些變身 那些變身 第三 第三就是 看到這場賽車真的不錯 甚至有部份鏡頭 你看得到他是CG 一定是CG的 你看看後面那屆是甚麼 知道為甚麼CG 但是 我覺得OK的 拍得很好看 賽車來說他拍得很好看 所以我也給他合格分數 還有不是因為1、2號回生之後 1、2號回生之後 那個Bangground Music 那一段是要講的 那一段是要講的 因為他配合了1號主題曲的那一段 那些打鬥是很棒的 很超和 那個感覺非常完全 真的好像看超和年代的電影版 那樣 可以 OK 這次我給他合格 但是我覺得整套東西 我覺得最反高潮 反高潮 反高潮 納花頭兵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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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要一個人握著那部機 接著再握外面那部機 接著再換人 那你的駕駛艙去了哪裡呢? 不知道 駕駛艙其實就是黃色的底盤 可能駕駛艙根本不是那裡的 是另一個次元來的 他喜歡怎樣撞的 沒關係的 現在的想法已經不會像當年3.1那樣 你要有一個球罩著在機械裡面 不用的 離開了就去另一個次元控制他 那對駕駛者來說是絕對的安全 明白了 除了這一堆叫做主要角色 除了隱隱者之外 你要明白為什麼隱隱者要出場 因為J走了 J被人刪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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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接著一定要把大東西弄出來 所以我看他的片名的時候 我也猜到這一群人一定會來的 叫做Super Hero War的時候 沒錯 他一開始說Super Hero War 你也猜到發生什麼事 我想說另一個我們看到之後 會讓他很可憐的人去看 校長 校長我其實覺得 如果他有一段 他很帥的 有一段是奸角 他很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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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打到 由街磚解除變身 然後他就變成天平座 他很帥的 我覺得他很慘 為什麼呢 他演戲被洪森打 你想怎樣對我 我會把你變成戰鬥員 那一刻 真的 真的 是不是這麼折導啊 天空 救命 靈岩鞭相 你根本都叫做幹部級 為什麼要做戰鬥員 你要明白 如何才可以做幹部 雖然天之川高校已經不存在了 而且又是 這個射手怪人 被人弱化 一腳搞定了 好多隻都是 幾乎每隻都被弱化了 最慘的是什麼呢 怪人裡面最慘的 我覺得是生蕭魚 畢竟他都是一號那個年代 最後的一個幹部 最後大幹部的其中一個 不是 他是最後 打完將軍 打完暗角大師 地獄大師 藍爵 他是最後一個來的 最後一個收卡幹部 大幹部 直屬Under大師 打完他就打完 但其實他沒有什麼粉絲員 為什麼呢 因為最好看的那一堆已經出來了 還有他最後沒有什麼氣氛 你明白嗎 當年其實最吸引人的死神博士 那條 啤酒麥魚 那啤酒麥魚沒有了之後 其實人已經不好看 還有啤酒麥魚和響尾蛇 沒有了 然後雖然他是最後大幹部 但現在已經淪為粗仔 還要聽別人 還要聽別人點 他出幾次都是 給別人聽別人點 是給別人點的 很慘 這次沒有影月 反而沒有影月 是給別人點的 我不明白 這次又沒有影月 可能是因為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因為 Superhero 出得太多 因為 Superhero 出得太多 第一 第二 就是這次出了 Black和 Black RX 如果又出了影月 你就很容易要將 Black和 Black RX 和影月之間的那個因素 縮敵 又要再表現多了 那你就搶了其他鏡頭 因為好像當年也沒有什麼 Shadow Moon的變身畫面 Shadow Moon是沒有變身畫面的 沒有變身畫面的電影版 我現在說 Superhero Tizen這一類 一直都是 你知道會看到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當時裙拉打裙抽的時候 他們是一定衝過去影月中咬 影月一定衝過去 Black 咬 其實他們兩個是自成一角的 其餘那些人是不會搞他的 是你的 其餘那些是在大運戰 但他們兩個會自己走在一邊 因為我想說到最後的大運戰 你這次只會出RX 你不會出到 Black 因為是同一個人 這次沒有時空改變 沒有時空錯亂 你不會 Black和 Black 同一時間出現 所以他就出了黃金盒 黃金jack 出了Gabinjack 就跟RX對打 就不可以出影月了 否則很難對待一對對 在大運亂打的時候 沒有了 Black 你一大群亂打 你要有影月 影月又要安插一些氣氛進去 因為一開始已經說 Black 這些位置 所以難處理 還有你要知道兩個世紀王的候選人打 通常都是天崩地裂的 這個 legislation 大運戰 拍了很多 他們翻都不添 他們兩個打得到眼就離開了鏡頭 對 接著兩個就被推出了去 推出了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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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個大運戰是完全對的 是對的了 喂 你沒有走開 我真正在 我們說了多次,他的大運戰其實是班友的獅仇 有獅仇加槍位,先咀嚇他 所以他倆兄弟會退開,在一邊吃煙 年輕人 還有,幸志怎樣?生小孩沒有? 真可憐 這次是值得看的 雖然長次都應該不是太多 其實也是一句,開始已經說明了,這次是4號的傳播 所以接下來是做4號的 我覺得挺適合修卡的原本計劃 我做一場大龍鳳給你看 其實是迷惑你們的重心 他背後是選擇另一個項目 我覺得這句才是精靜 Maka的死亡 就是我們大修卡計劃的開始 這個大修卡的背後其實是什麼呢? 還有他大修卡的腦梗 你每次跟我決鬥的時候 我都跟你抓一個人回來 說在十字間 這個是大修卡的腦梗 今次聰明,抓兩個 我今次不是抓一個,抓兩個 你救得一個,救不到第二個 我喜歡的這個 你有回收卡的卑鄙 40年後的今天的終於進步了 抓兩個 終於進步了 還有不是找一個人看著兩個 而是找四個人看著兩個 有三個小孩 有三個小孩 大哥三個小孩喜歡玩他 還有我覺得他這次出大修卡那件帽子 承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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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毛毛 我最記得就是 1、2號 一開始出了一幕 打贏大修卡首領 對 對 他的面具 那個是真的用回 舊的那套表演 但是他們握個位子 還有他們的表達手法 這些我覺得 你不要決了 不要決了 因為當年 沒辦法的 有很多事情 不是啊,其實它是remake的 它不是當年播放當年那個 它是當年那個 是當年那個 不是啊 不是啊,當年那個打鬥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不是啊 你不是真的一個拳頭 是啊,真的這樣摸過去的 他們真的這樣 駕駛那個電單車出來的 不是啊 即是他們中間說話的場口是 但是其實 他們打鬥 即是 1、2號追上去那個 不是當年的 打大修令那裡是當年的 他們離開修卡之後 你看到他在地上 遇到三號果子 就重新做 是 就是當年真的是1號還是2號 這樣繞著繞著繞著 是啊 是這樣的 接著 打他不死 接著大修令說 我反正都輸了 我抱著你們一起死 接著兩個一起走路的 連晚話輸都是這樣的 他那個華麗的死法就是 跌了一個LCD螢幕下來 他的華麗的死法 不是第一 是大修令向前撲 接著跌了一個LCD螢幕 接著應該是被一個LCD螢幕摘死的 還有他真的這樣拿著人家的嘴 是拔面具 他是拔面具 但是他拿著人家的嘴 在捉住他 撞掉他 撞掉他嘛 接著才撞掉 但是最好笑的是 加拿著人家的嘴 其實是沒有嘴 他跟HALLO KIDY一樣 是沒有嘴 他是朋友 你要記著他是朋友 他是之後的毒眼太坦 之後七號那個幹部 就是STRONGER裡面 就是一個幹部 叫做毒眼太坦 他指了手指 就是眼那邊 就是20世紀的照片 拍了那個眼 他是秘老 是啊 他跑去二十世紀秘魯嘛 是呀 OK 那段應該是舊的 是 要舊的做的 是 我們時間差不多 但有一樣東西我一定要說的 overrun overrun了但我一定會說的 我要多謝Neo Film的這次 是 如果多謝他帶了這一套電影過來香港 以及一直都把很多動漫帶來香港之外 是 這次因為原本小弟就是中獎獲得兩獎票 是 我們有三位主持 是 我後來是再去問Neo Film可不可以問他多拿一張票 是 他們都很慷慨地送多一張票給我 是 所以我們有三張票 要感謝 唯一可惜的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怕我們不夠票 是 在Neo Film未答應給我一張票之前 我已經去網上找一下有沒有其他人賣票 是 找到有票賣的 有買票的 所以我又買了一張票 所以結果我們就找了蠍子王一起看 蠍子王和阿吉和阿Roy就看四點的這個 誰知道原來買票那張票 四點那一場的優先場 而買票那張是四點十分的 是 都是優先場的 但這個是給錢買的 就是畫了位的 還有上面是沒有班朋友 對 免費票的就是沒有畫位的 自己是排隊的 這樣 那我們都排了一個漂亮位的 都排了一個漂亮位的 所以我們結果就四個 就是五夜騎士團的主持 都看了這套戲 對 即是其中一個來不了錄音 對 現在是3加1 現在是 不是我又要套了一下他 又來不了錄音 是 是 overanization 我第一節都說了第二節 會瘋狂 對 我又對不起讀音的阿易波 對 對 這次是最後一次 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了 下次不要那麼瘋狂 是 下次不會那麼瘋狂 應該 對了 到這裡 有興趣的各位 還可以買票看 應該買票看 我覺得這裡值得看 真的值得看 我突然想跟自己做一組廣告 跟你自己做廣告 對 你買什麼 大家想知道他們倆會這樣對我 你留意前幾集我講過什麼 我怎麼對你 他們不斷說我拿瓶瓶噴油 我不是這樣對待你 我只是複述你以前做過的動作 是你這樣虐待自己 是你自己這樣對自己 關我什麼事 關我們事 好了 就是 咪後才慢慢調教你 下個星期說什麼 我們下個星期才定到給你 再見 我們答應我們會對你們的 你們的要求有回應 是我們的群組告訴我們 好 各位再見 拜拜